现在就来看是中国议题 现在会不会随着这个选战 越来越接近倒数计时 而逐渐的发酵的更大呢 最近看到了检警方面 用反渗透法来针对里长做搜索 因为在画面当中这位 文山区里长联谊会的会长刘宗勋 那么就被检调单位怀疑 他有这个违反到这个反渗透法 因为今年6月到12月期间 根据检调方面的调查 是有41名台北市的里长 涉嫌接受优惠的价格 到中国大陆去旅游 所以地检署在12月15号 就以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第四条 针对三名里长进行搜索 另外也传唤了41名里长来进行调查 民进党操作说中国戒选的议题 这也是被大家认为说 在调查或是说侦查这些里长的同时 是不是也在打 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是说 戒选的这个议题 蔡老师进一步怎么看 我这人认为的话 这个的话 调查应该算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调法 但是我们要看到 就是明年1月13日 拖完票之后 就1月14日 这些人他到底会变成那样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高高的把他举起 那时候都选完了 对 然后他会把他轻轻的一个放下 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希望说 你这个戒选 大家可能稍微小心一点点 我们在延迟上面 或是说你接触到对岸的时候的话 你可能自己要一个小心 这个就是中国现在一个戒选方式 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一个戒选模式的话 他会学习 过去就是像96年的时候 飞弹蹦蹦蹦蹦 后来发酵 他发现这是一个反效果 再来的话又看到所谓的香港的模式 又所谓的凤零的模式 什么模式 之后他们就开始学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戒选模式 但是的话效果应该渐渐往下降 对就是刚刚您就提到说 如果真的要操作中国议题 中国牌的话 其实效应一定不会比之前 要来得这么强 应该会往下降的 OK 侯友宜这边也发表了看法 针对这个里长遭到了检调的约谈 还有包括调查搜索 他说对于境外势力介入选举 破坏民主 当然要严正表达态度 但是在选举期间 而且在选前大动作的 对于里长来采取司法行动 那他觉得是选择性的办案 而且反问民进党的弊案 请问一下检调单位 有办过半件吗 好 那现在看到说 又打了这个中国牌 是不是对于绿的来说 是要催出他们的基本盘 上次哥你觉得 这难道不会影响到中间选民吗 我想一下其实检调单位 前几天有宣布 在有关于到12月为止 那么用反渗透法 那么来处理的案件有69件 是 那但是实际上呢 就只有移送的只有两件 而且这两件只移送了总共一个人 到目前为止 他们就有数字的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最近来讲 把法务部加强 一直强调反渗透法 包括国安局也都讲了 有12条条文 他们最近在追 包括里长这种两岸交流 包括民调公司 有没有帮中国大陆或哪里地方 很奇奇怪怪来的民调也在查 同时也在看抖音 跟一些粉丝社团的 上传的这些人 其实他们有具体讲 有很具体在追 因此不只是里长这样子的事情 但我要表达的部分就是说 但是现在我们从今年可以看到 中国牌 两岸牌 或者我们过去讲中抗中保台牌 今年在民进党是失色的 很明显是失色的 在去年4年前的12月的时候 两岸牌已经打得死去活来 今年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 下下里长可能有 我想主要的很简单的原因是 第一个 今年因为裴洛西世界以来 抗中保台整件事情 两岸牌失色 第二个部分是 今年民进党的网军 侧翼非常的糟 跟4年前完全不能相比 网军都到 基本上到柯文哲这里 所以你要造就一个 两岸牌的氛围 过去都是靠网军 今年民进党没有网军这股力量 所以简单我要讲的部分 以这次里长来讲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不准确的做法 里长都是装脚 你现在直接对里长 这些装脚施压 你是怎么回事 你就要把这些票赶走 其实真要做的是 把这些里长找去的头 兜的那个头 直接约谈就好了 你现在想要杀鸡警猴 寒山宵印 所有的里长都来约谈 你以为吓唬他们 这其实是政府解答单位 不懂选战的这个关键 也就是说如果过去是 邱毅人 吴乃仁 他们在操盘的时候 绝对是只抓 把里长兜去的这样子的头 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该抓的 或者是可以谈的 你不用去吓唬里长的技巧 这很准确的 所以我说 今年在两岸牌 简单说不准确 从约里长 那么多人这件事情 就像民进党这一次 两岸牌比较落差 对 而且刚刚您提到的数据 69件当中只有两个人 两件一个人 两件一个人 一个人被移送而已 所以69分之一而已 那当然现在看到的是 总统现在打得火热 副总统的人选 也看到了几位候选人 布与儿童在接连的去到了政治大学 去做演讲跟分享 那么也看到了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吴欣赢 他昨天也到了政大去演讲 而且特别为了台湾参与COP28的议题 最近又跟外交部杠上 他质疑说 外交部的官员在COP28 连媒体都可以进入参与的蓝区 可是都不得其门而入 让他没有办法进去 所以他觉得这真的实在是对不起纳税人 外交部方面也回呛吴欣赢 表示说吴欣赢不谴责中国大陆 又把矛头对内 然后接下来又说 这次台湾世道团被打压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吴欣赢这个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太高调了 那对此吴欣赢当然也不甘示弱 就是反批 说外交部就是失能不当责 还找了一大堆的理由 你就是有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国际空间就是被打压 这是一个现实 可是在这个现实 因为我们要拉回来就是论事的话 是总觉得就一个国际空间被打压的现实下 外交部能怎么做 事实上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 但是我觉得吴欣赢去杠那些外交部的文官 格局太小 因为从他的一个立场就是外交部可以做得更好 那外交部的立场就是我已经努力做了 那现实就是如此 对 我永远可以更好 但是我也已经够努力了 够努力了 那我觉得吴欣赢的问题 其实要回到说到底民众党目前空战的主轴是什么 怎么老是被吴欣赢就扯歪了 他另立一个主轴 另立自己的一个节奏 好 吴欣赢要有自己的选战节奏也可以 那你的节奏是什么 为什么让人家感觉你就是一个爱发鼻气的大小姐 他这个形象就是很固定嘛 那这个形象你对柯文哲是加分的吗 你为什么不回到柯文哲的选战节奏 比如说柯文哲对两岸关系的讲法非常不错 他说国民党就是太不紧张了 民进党就是太紧张了 其实两岸关系最健康要有点紧张 有点不紧张 好 吴欣赢你今天面临到这样的国际空间的一个问题 你可以反过头来就讲两岸关系 如何从两岸关系来决定外加 是我们要从国际空间里面来决定两岸关系 你都可以有自己的论述 这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Cup 28 这涉及到跟绿能跟能源整个有关的游戏规则的一个定例 关系到台湾桌小机的未来的前途 你千金大小姐你可以说我在那一个会议里面 我得到很多成果 我帮全台湾工厂他们都是以外销为主的 我帮他们看到的商机 或我帮他们找到的出入等等 你反而都没有嘛 你反而在这边就是一个发鼻气的大小姐 我觉得第一个这是态度问题 第二个是他的认识问题 他一直宣称说他有联合国经验怎样 你在联合国你到联合国总部 你做了什么你具体讲出来嘛 你只有说我会讲外文 然后我有联合国经验等等 但是我们看不到在政策上 你有一定的高度跟认识 我觉得这是态度问题 认识问题是脑袋问题 士隆 我简单请问你 你觉得柯文哲拉得住他的副手吗 我觉得拉不住啦 柯文哲也太忙了 吴信英他也特别提到 那就是说联合国 长期以来台湾要加入这些国际性的组织 确实都有困难 这也是事实 不过过去参加类似的联合国的相关会议 或者说一些重大的国际相关活动 当然屡屡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打压 但是难道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对策 或者是SOP吗 因为刚刚提到 吴信英在政大的时候 他提出了所谓的二鬼外交 这个部分文哲老师你怎么看 其实二鬼外交是也有帮助的 但其实上其实解离还去吸引人 因为其实外交部是很认真很努力 也有SOP也没问题 只是因为中国他就仗着 这个就275号结育案 他认为是反正你台湾就不能参加任何的联合国 不管组织或活动 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一点 所以刚刚这个施董讲的也对 其实你应该好好去检讨一下说 不是他本身他的问题 而是什么 这大环境的问题 他没搞清楚 这是我想提出的一个想法 那此外呢 其实台湾面对 我刚刚讲说面对这个中国的打压 中国的打压 那我们其实有几个 包括第一个是捷径诸班手段 就是第一个要去怎么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这是我们惯用的 然后此外呢 我们也去积极 去争取所谓的非邦交国 就是美国和日本 等一些欧洲国家的一个支持 包括 但是最重要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就是现在还有13个国家 13个国家是有作用的 他们也是 这个案子他们总会来声援 毕竟他们可以到联合国里面去 然后帮我们讲话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采取法律的行动 那我想说呢 这个法律行动其实现在 看来呢 其实是有点作用的 因为毕竟联合国 还讲究的是个国际法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部分就是一个SOP 那我觉得应该也要去鼓励 就是外交部或是说在 尤其在纽约 这个金文办事处的处长 其实他也监管了 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大事 那所以他可能呢 他可能要更采取的灵活 应对中国的打压 其实也要去掌握 这个一些中国可能打压 我们的一个情报 然后呢 事实的作用反应 然后也能做朝野之间的 来共同努力 来突破中国打压的困境 OK 好 等一下我们来回来 还要再关心了 就在选前呢 大陆方面又看到出招了 就是认定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限制措施 构成了贸易壁垒 大家马上联想的就是 ECFA会不会断掉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贸易